大家好,隨著9月的結束 我們迎來全新的10月 到了10月 我的人生從原本的黑白的變成彩色 要說為什麼,就是我這次看了10月新版的動畫列表 發現裡面有不少我還蠻喜歡的動畫 例如刀劍神域第三季的Hopan 雖然我還沒追玩,不過其實我蠻喜歡刀劍神域的 再來就是其他隊第三季 還有我們的藥王第四季 那最後最後,其實還要再跟大家提一下 這次應該大家都蠻想看 蠻期待的一部,就是我的英雄學會第四季 然後收到這邊,大家應該都知道我今天要開箱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我的英雄學會裡面 和平象徵 No.1 Hero All Might 那這隻All Might 那這隻All Might是海外限定堡 所以他的價錢稍微貴一點 那也是我在 超越南崗珠茂子買的 他的限貨價是7.9 然後我查了一下 網路跟 一些店家 其實這隻的 價格大概都落在 1000左右 就其實 算還蠻貴的 所以如果有朋友看到 這隻All Might 他的價格大概落在 7800 其實我覺得可以 就可以入手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好,那他的零件就是這樣 那其實我 我稍微看了一下 我覺得其實做的蠻棒的 然後他其實還蠻有重量的 我目前這樣子看起來 應該是 沒有什麼缺點 那我們現在把它組裝起來 組裝起來大概是這樣 然後他其實也算是蠻高的 好 尤其我們的布魯利 我這隻布魯利有 大概35公分 然後 這樣子整體上 看起來 歐多麥克大概是30公分 跟我之前開箱的 貝吉塔 應該差不多 畢竟是同一個系列 OK,再來就進入 我們的細節時間吧 OK OK,現在來到我們的 細節之間 其實這隻 歐爾麥特整體上看起來 我目前是覺得還不錯啦 不過我還是要稍微介紹一下 首先我們看到這個表情 我真的覺得這個表情做的還蠻帥的 再來就是他胸口這邊有一點異色 這邊 這個白色有稍微溢出來了 不過沒有關係 因為畢竟景品嘛 不要要求那麼多 再來是他 上半身的地方 他這些肌肉線條都是有刻畫出來的 然後胸肌 還有他腹肌 都是有刻畫出來的 再來是他的下半身 他這個腰帶是做金色的 然後有點霧面的感覺 這種霧霧的感覺 然後再加上他那個金色 這真的還不錯 那再來是 他腿部肌肉線條 其實也是有做出來的 那再來我們來看到後面 後面這個背肌的肌肉線條 我真的覺得做的有點可怕 為什麼 有點結實 然後再來是他中間這個 這個地方 其實他上面這個顏色 他這個紅色做稍微比較亮一點 然後他這邊就是做稍微比較暗 感覺好像暗紅色的感覺 感覺好像沒有 沒有連接到 這看起來就沒有那麼的 沒有那麼的順暢的感覺 好 那再來看到下半身 一樣 肌肉線條是有做出來的 這小腿肌身也是有點可怕 再來是他這個 美國翹臀 好像有點扁 跟美國隊長比起來好像遜色了很多 不過沒關係 再來是他旁邊這個白色的地方 其實是有做一點黑色的處理 感覺好像是要 比較有一種層次的感覺 這邊 白色的地方 都是有一點 塗黑的感覺 好那我們拉遠看的話 他白色這邊 顯得比較有陰影的感覺 這樣看起來比較立體 比較有那種立體感 這次的歐爾麥特 除了他胸口 異色的 點以外 其實 沒有讓我可以有 太多挑剔的地方 我個人認為這次已經 算是看成完美的作品了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 歐爾麥特 好經過剛熱烈的討論 其實我覺得這隻公仔 各種方面都做的還不錯 就是他表情方面 做的還蠻帥的 再來就是他肌肉線條方面 其實做的非常的 非常的棒 該刻畫出來的肌肉線條都是有 尤其他的這個背肌 他這個背肌真的有點誇張 真的是撞到一個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講 再來就是他 前面上半身這邊 不只腹肌啊 他旁邊這邊 還有一些肌肉線條 真的是做的非常的棒 然後上色的處理 我覺得這隻 做的 也是 很棒 只是他有一點小異色的情況 就是他胸口這邊有一點小異色的情況 不過沒關係 那整體上來說 他的顏色就是做比較深色 然後他衣服有一些白色的地方 都有做一點 稍微 塗黑的處理 那這樣子 其實遠看起來就會有一點 城市感 所以我覺得這隻 做的真的蠻棒的 我真的覺得這隻應該要入手 因為對我來說 這隻公仔已經 讓我覺得沒有什麼可以挑剔的地方 好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也可以幫我按讚 訂閱加分享 想第一手看到影片 也可以幫我開啟小鈴鐺喔 那也不要忘記去幫我們的 豬帽子粉絲上按一個讚 豬帽子粉絲上網址 我會放在影片資訊欄下方 那我是好好 大家掰掰 大約欣賞 搖災 這趙